我们现场民警到达现场之后 黄某一直是坚称是自己开了车 然后到了这个停车场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 自称是驾驶员的黄某承认喝了酒 交警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试 并把他带去医院抽携检验 交警同步展开调查 很快发现事发时开车的驾驶员并不是黄某 当时发生交通事故的当事人并非黄某 而是同车人员谢某某 黄某和谢某是闺蜜 当时同车的三人都喝了酒 谢某开车发生寡蹭后有点慌了 因为当时谢某某是处于一个无证且饮酒的状态 他为了逃避一个法律的追究 缩使了黄某去顶替他 但是他当时也是知道黄某是处于一个刚饮完酒的一个状态下 经血样鉴定 谢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53毫克 黄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110毫克 谢某因为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 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依法处罚款2200元 黄某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依法吊销驾驶证 并处罚款1900元 另外黄某和谢某还应涉嫌提供虚假证言被海宁警方行政拘留7天并处罚款 黄某特